密密付出就不一定要博人家的掌聲 但若果我有一些微小的痕境 而又成就到別人行動的成功 我會覺得所有付出的都是值得的 我是馮國偉 我是1997年9月加入政府飛行服務隊 我現在是處理飛機工程師 在品質保證部門主要負責審視 飛機維修保養的相關文件 以符合民航法例的要求 和提供訓練課程給新入職的同事 我自己可以說是半個飛機迷 當時看到GFS招聘飛機技術員 就立即去申請 因為我覺得在香港很少機會有一份工 可以同時間接觸到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而這個部門也負責很多請求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再加上幾多部隊背後有一種使命感 所以我覺得這份工是非常之特別和吸引 入職以來最深刻一次 就是2008年內地的民村大地震 當時香港人在電視裡看到災情很震撼 我們很傷感之餘 香港很多市民都即時一呼百應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去震災 而我們GFS也都短時間之內籌組救援隊伍 當時也派遣一架直升機去民村現場救災 我和其他同事都立即準備一些飛機維修手冊 相關書籍和文件 保養和維修的工具 另外還要計算飛機損耗所需要的 更換物料和零件 以備隨行的工程部同事 在當地即時做這個保養維修所用的 如果遺留任何一件事 飛機都無法進行檢查維修 到時就會拖垮我們整個救援行動 所以工程部一定要確保所有事萬目一失 我還記得之後 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親臨我們GFS總部表揚我們 當時我們整個部門 所有同事都很著躍和鼓舞 可能很多人以為 飛行服務隊的工作範圍 都只是香港境內 其實不單止是這樣的 我們都有兩架定翼機 可以做長途搜索的工作 甚至乎遠至香港以南 1300公里的南海範圍 定翼機都可以去到 所以這個範圍航行的船隻 他們的安全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提供高空搜索 投放救生艇去支援 以及亦都通知附近的船隻前往協助 所以我們是有助維護 南海水域一帶的安全和穩定 亦都正正因為這份穩定 國外的船隻都很放心 航行這個南海水域 這份工作好像是飛機的醫生和護士 我們無時無刻都要看著飛機的健康 即是要做好維修保養 保障飛行安全 保障機上每一位人員的安全 所以對從事飛機維修工作的要求 同樣都很嚴謹 最重要是專注 要仔細 有耐性 有責任感 以及一定要有團隊精神 對每一個檢查維修的細節都要一絲不久 因為任何細微的錯流都可能會引致嚴重後果 例如檢查飛機引擎線液的時候 即使好像頭髮師那麼細微的裂縫 我們都要及早找它出來 否則一段時間之後情況可能會惡化 線液可能會爆破 從而會破壞到飛機引擎結構 導致空中熄火 後果是可以很嚴重的 古語有雲 物以惡小而為之 物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我的工作就看來微不足道 也不是直接救人命的角色 但是我會將我的工作 看成驅動汽車前進的座員劑 密密付出就不一定要博人家的掌聲 但若果我有一些微小的痕跡 而又成就到別人行動的成功 我會覺得所有付出的都是值得的 如果用一個詞語來形容香港 就是福地 我就出生於殖民年代 之後亦都經歷了回歸國家 香港就仿如有一個國外人變成了國中人 在國家的高速發展這輛列車上 我覺得我們就好像火車的乘務員 協助這輛火車前進 同時又是乘客 踏上這輛成功的順風列車 我很相信社會可以持續進步 繼續穩定地發展 人生漫漫長路 總會遇到一些挫折 無論前面有多困難 我們都要迎難而上 年輕人最大的賣點就是青春 他們可以訂立更多的目標 更多的理想 努力地裝備自己 日後要為香港為國家多做一些事 政府會提供的 tab 如果有人會選擇 政府會選擇 如果有行動這碰